好久没有给大家推荐 Notion 相关的工具了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款非常好用的 Notion 封面设计工具 我们人都是视觉动物 平时不管是在工作或者是生活当中 肯定都是希望我们的环境看起来都更加舒服或者顺眼一些 所以像 Notion 这样的 我们需要经常打开和使用的效率工具 有一个好看的封面和版面的设计 其实也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 目前我们在给一个页面添加封面的时候 可以选择软件自带的这个图片 也可以使用我们自己的图片 在这里可以上传 或者是直接在这个 Unsplash 这里面搜索也是可以的 但是用过这个功能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当我们上传一张自己的图片之后 往往会发现实际的效果会跟我们之前想象的不太一样 因为 Notion 的封面尺寸设计的非常窄 所以很多图片中的元素经常会被截掉一部分 导致展示的效果不是很理想 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封面生成工具 如果大家喜欢这种风格的封面的话 不妨可以尝试一下 打开网站之后我们可以看到 左侧是12345的一个操作步骤 在右侧的话可以进行实时的效果预览 然后下面的话是封面的下载按钮 那我们来一起操作一下 首先第一步我们需要从谷歌字体网站中选择并复制一个图标的名称 我们点击这个 Instructions 然后点击前往谷歌字体网站的这个按钮 打开这个网站之后 我们在这里用英文搜索想要使用的这个图标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给这个日程安排页面制作一个封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搜索Calendar 选中一个图标之后我们复制它的名称 回到工具页面之后 在第二步这里粘贴 然后递交 那稍等一会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右侧预览到一个效果 在第三步这里呢 我们可以设计图标的样式 有默认的这种效果 也可以呢把它设置成填充 轮廓 或者是圆角 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样式就可以了 第四步是选择封面设计样式 那默认是封面中只有一个大的图标 那我个人的话呢 会更加喜欢另外一个样式 在下面打开高级设置的话呢 我们还可以在这里调整它的图标间距 图标的大小 还有排列角度 想要恢复默认值的话呢 我们点击右侧这里就可以了 最后第五步这里呢 我们可以选择颜色 我们当然呢 可以选择任何自定义的颜色 比如你想使用某张图片中的指定颜色的话呢 可以使用一个叫做PowerChoice的工具 使用方法呢 我在之前的一期视频里有个介绍 或者呢 你也可以使用下面预设的这几个Notion颜色 设计完成后 我们点击下载图片 下载的图片呢 是SVG格式 我们来到Notion 选择上传图片就可以了 这个网站的网址呢 我会放到视频下方的简介栏里 如果这期内容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呢 记得给点赞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